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红母军销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红母一期的老大哥曾阔琴 上次我们说到,曾阔琴因为和没协定,所以撤出了华北 那么很快呢,他带领着北平正勋处的原班人马被派到了西安 做西北脚匪总司令部正勋处处长 那么蒋介石派他去的主要目的是想让他去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 蒋介石当时的意图就是,搅供能取得胜利固然最好 如果是相持不下的话,那么东北军和红军相互之间兵力的消耗 也为将来中央军出马而减少困难 不至于像江西那样要手狼其冲 那么这就把张学良推到了专与西北红军为敌的蒋介石的代理人的岗位上 但虽然如此,蒋介石并不是让张学良自由的行使之权 他特意派了他侍从使主任燕道刚,担任西北脚总参谋长 以制约和监视张学良的行动 同时呢,以曾过情为首的北平军分会正勋处的全部班底 组成了西北脚总正勋处 曾过情任处长,担任脚共军队的政治训练工作 以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坚持反共为思想灌输的主要内容 并且负责监视和调查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的思想行动 同时还向民众宣传,说共产党的军队不仅要富人的钱 还要穷人的命,只有以人力物力尽量的去支援绞共的军队 才能狡辩共军得到安居乐业 但蒋介石渲扬的这些对于东北军将士来说 并没有任何提振士气的作用 东北军入闪与红军作战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消灭了近三个师 而蒋介石对于东北军的这种损失不但不给补充 甚至连番号也给取消了 这就让张学良对于东北军能否继续的保存下去有所思考 军队不能保存,那么他的权位还能保存吗 因此张学良对于继续这种余国无益 而对己有损的剿攻战争就产生了动摇 那负责监视的曾霍晴 他这个人为人是平稳妥协 不求赫赫之功 就是老好人一个 特别喜欢交朋皆友 所到之处都是以合适老的姿态出现 一般和他交往的人都说曾霍晴是一个好好先生 他担任西北郑军处处长和张学良建立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友谊 他知道宋美玲和于凤志亲如姐妹 那么有这种关系 曾霍晴认为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 不会恶化到翻脸的程度 但是曾霍晴只是觉得蒋介石和张学良不会翻脸 不代表曾霍晴 不向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的异动 张学良自己本人在回路里也写着 天下就败在CC与戴笠手上 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 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 我见到戴笠的时候 说你们搞什么特务都是扯淡的特务 张学良在70年后仍然对特务恨之入骨 非常的亲密 因为他认为特务在西安的工作 是他和蒋介石之间关系极具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在西安三个主要的特务工作领导人 一个是马智超 一个是江兴风 另外一个就是曾霍晴 那我给大家简单说说 当时西安这三位特务工作领导人 他们的工作成效 先说说马智超 陕西从1930年开始 就是杨虎城的地盘 直到1936年 中央的军事部队都没有办法进入到该省的核心区域 所以呢 国民党中央在该省主要是通过特务 来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举动 军统中统在西北的特务力量 在全国来说是很弱的 军统最初成立的时候力量还很弱 主要活动区域在上海南京 长江三角洲一带 在1927年 军统刚刚成立之后的数年内 当时还没有正式的编制 也没有政府的固定拨款 直到1930年 还全部依靠蒋介石的特别经费 维持规模有限 在蒋介石1927年宣布下野的时候 军统力量生活困难 当时的代理都不能维持特务的生计 甚至被迫向上海的黑帮大亨 杜月生借钱 所以军统真正发展壮大 还是之后的事情 尤其是抗战时期 代理负责初期的军统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是国际 也就是对日本和苏联的特务工作 第二个是党派 这也就是针对共产党 第三个是党内 也就是针对邦经卫等 分裂势力和地方军阀 那么由于日本苏联 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上海一带活动 而共产党主要是在南京、上海、江西一带活动 除了苏联在新疆有活动以外 所以没有在西北有大规模的活动 至于军阀势力 蒋介石当时最关注的是 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这些军阀头子 而西北和西藏这些地方 是最不受关注的区域 从1932年到1933年 西北陕甘地区 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 随着五次围剿的成功 红军背货长征 而目标就是陕北苏区 蒋介石开始调整 特工活动区域的重点 1935年1月1日 蒋介石到杭州 浙井校视察 指示戴笠迅速的在全国各地 建立特工网络 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 戴笠进一步的调整部署 强化了外勤机构的建设 并且把西北地区 特工组织的建立 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大约在1935年前后 连续在陕西 部署了三大特务力量 那么第一股呢 就是西安省公安局长马志超 马志超的资历比较老 是黄埔一期生 甘肃平良人 但是在陕西 话音长大 他毕业于同关县立高等小学 后来经过陕西级的国民党大佬 于幽润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并且推荐他报考了黄埔 毕业以后呢 马志超参加了北伐 此后就留在了南京总司令部 侍从使工作 在南京期间 马志超和他的学弟 黄埔六七的戴笠 私交非常好 是好朋友 当时戴笠很穷 办公的地方连文具也买不起 马志超为人比较忠厚 经常从自己不多的薪水中间 拿出了一笔钱 购买文具送给戴笠 东西虽然小 但是情意很深 戴笠对这个学长还是很感激的 1932年 戴笠成立了复兴社特务处 军统开始成为中国最强大的特务力量 发迹的戴笠也就安排马志超 到了浙江景校 做了一名教育副馆 这是一个清闲的工作 到了1934年 军统特务处在西安成立了陕西战 当时军统的陕西人很少 一直想提拔马志超的戴笠 觉得这是个机会 所以就派马志超到军统特务处 成为西北第一个特务机构的负责人 也就是军统西安情报站站长 戴笠找到马志超 把这个决定告诉他 并且告诉马志超 他的公开身份 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 马志超听了以后很吃惊 因为他觉得 他并没有受过正式的特务训练 怎么做这个警察局长 戴笠说 这很容易 你只要会吃大餐应酬 就可以 会吃大餐会应酬 当警察局长没有问题 马志超就表示不明白 戴笠就说 警察局长没什么事情要做 关键的是自己要可靠 还要会用人 你去了以后 找一个好的督察长 帮你整理一切的内务 再找一个好的真机队长 给你处理案子 有着这样两个人 你不是吃着大餐 就把警察局长干好了吗 至于你是不是可靠 这个连蒋校长也是认可的 就这样 马志超赶赴西安 担任了警察局长 实际上他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除了管理西安全城的警察之外 还有500人的武装警察部队 因为考虑到 马志超不是特工出身 戴笠亲自给他选了一个督察长 名字叫做岳竹远 这个人年富力强 颇有特工能力 工作也很勤勉 对西安的特工工作很有帮助 而马志超自己选的那个真机队长 徐忠武则出了问题 徐忠武这个人浑浑浑浑 他任命的真机队分队长白冠武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中国地下党来做反中共的工作 那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马志超曾经数次报告给戴笠 说西安绥靖主任杨虎成 绰号杨九娃 土匪出身 不大识字 机智过人 思想左倾 关系复杂 政治上八面玲珑 各方面都拉 来者不拒 他身边什么人都有 刘湘 龙云 韩服局 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 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的左倾人物 对他的影响很大 杨虎成的秘书 宋启云 徐州人 就是共产党员 是杨虎成的亲信等等 戴笠得到报告之后 立即指令西北区和陕西战 加强对宋启云 这些在杨虎成身边人员的监视 弄清其活动 刺激加以控制等等 西北区原来的特务负责人张艺夫回忆 1935年12月 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战战长马哲超 根据代理的指示 派人监视杨虎成的秘书 共产党员宋启云 马哲超的真机队长徐中武 派去监视的人 大摇大摆地跟踪宋 很快就被老地下党员宋启云发掘 真机队分队长白冠武 还自明得意地 把监视宋启云的消息 对外泄露 导致事情败露 现在来看 其实不是白冠武无能 而是白知道宋启云是共产党员 要刻意地保护宋 杨虎成在得知了宋 被跟踪以后不然大怒 说宋启云是我的秘书 又是政府报 西北文化日报的主编 你们居然敢这样做 起事之后 他第一个就要宰了马哲超 后来西安市面爆发的时候 马哲超还算是精明 知道杨虎成第一个要杀他 他当时去警察局的路上听到枪响 立即拿出身上所有的现款 将一个黄包车夫的衣服和车买下 随即马哲超化妆成车夫 慌忙逃到了一个好朋友的家里 在逃到朋友家的路上 马哲超几次遇险 当时路上全是17路军的士兵 普通老百姓也怕惹货 急着回家一片混乱 其中有不少人急着要拦黄包车 马哲超实际上不会拉车 怕到时候真的有人叫车被人识破 那破了些小聪明的马哲超 随即将黄包车的一个轮胎扎破 让人误以为车子坏了 他跑到熟人家之后 刚躲了一天 就遇上17路军挨家挨户的查户口 马哲超赶忙换了一件农民的衣服 连夜逃出了西安城 由于慌不择路 马哲超居然一口气 跑了200里路 没有停下来休息 最终逃到当时归顺中央的17路军 冯钦斋军长的住处 这个时候马哲超已经狼狈不堪 浑身破破烂烂 人也瘦得不成样 那么除了选用部下有问题之外 马哲超的确是缺乏特工经验 军统中统历来奉行 攻密两条线 因为特务工作都是秘密 但毕竟国家有宪法 对于抓人 捕人 这类必须依靠合法的机关来做 秘密逮捕 只能用在偶尔的场合 同时攻密两条线 也是相互监视 相互保护的作用 马哲超的秘密身份 是军统情报西安站站长 公开的身份 是西安警察局局长身兼两职 这在特务里面很少 他本应该合理的利用这个条件 而马哲超居然把公密 搞得根本不分 对于军统来说 有条最基本的宗旨就是 秘密机关 它与公开单位是绝对隔离的 否则还有什么掩护保护可言 而特务工作 最为重要的就是电台 因为一切特务活动的 关键情报输送 都是依靠电台 所以电台必须另则 合适的地点设置 与站本部都要分开 怕的就是一旦有事 连人带电台被一网打尽 这样整个组织就等于垮了 这是特务工作最大的禁忌 马哲超呢 根本无视特工的基本准则 他把特务处 陕西站和电台搬进了警察局 完全是公民一家 对此有特务经验的 他手下的杜察长岳朱远 感到极为不妥 曾经劝过马哲超 但是马哲超不听 岳朱远也拿他没有办法 最终西安事变期间 马哲超他所掌管的特务机关 被张学良养护城一网打尽 导致事件过程中 西安的特务系统完全瘫痪 电台也无法使用 中央根本无法得到可靠的情报 代理自己只能是冒险赶到西安 亲自去面见张学良和杨武成 总体来说 马哲超他负责的 民间和政府的谍报工作 成绩平平 这也是西安事变中 情报工作的最严重问题 那么说完马哲超再说说第二个人 这个人就是在西北的特务头子 他名义上是马哲超的上级 是西北剿匪二处情报处长 这就是江雄峰 江雄峰要比马哲超厉害不少 他负责西北整个的情报工作 管理着西北几个省 实在负责除马哲超的民间 和曾阔情的军方以外 其他所有的特务工作 江雄峰这个人还算尽责 但他上任的时间比较短 能力没有发挥 做的工作自然有限 他的前任是张义夫 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特务头子 1935年10月 也就是蒋介石亲自赶赴西安 面见张阳 布置剿匪的时候 代理首先派军统特务处书记张义夫 就任了特务处西北区区长 统一指挥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 他的公开身份是西北角总办公厅 第三科科长 张义夫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 也是军统创始的大老级人物 能力很强 他领导下的军统在西北迅速发展 除了原有的陕西甘肃两个省站以外 他又连续成立了 榆林站 近南站 太原站 三个大站 另外还有青海省会 西宁组 宁夏和随眼境内的 银川 陕坝 城口 吴隆堡等组 一共成立了将近20多个特务组织 还有关中 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 近南的 长治 高平 进城 凌川等地 专队太行山区八路军 进行侦查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 又不下20个单位 整个西北军统特务组织得到极大的发展 并且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情报体系 通讯方面 设立了无线电支台 派陕西的汉中人 特务处老牌的技术特务李秀夫为支台长 各地站 组的无线电分台有30多部 也负责监听敌人无线电台的工作 但张义夫和江熊峰一样 他在西北没有待多久 能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个多月之后 也就是1936年1月 张义夫被戴笠调走 另有他用 接替他的就是江熊峰 江熊峰是浙江温岭人 黄埔三七生 之前是共产党员 后来退党叛变 他对共产党非常熟悉 能力也不雅于张义夫 可惜他也没有在职多久 几个月后就被调到了湖东南那里 西北区长于是从江熊峰 又换成了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牧 王天牧其实很出名 他擅长暗杀 著名的刺杀北洋余孽张静瑶 就是王天牧主持的 但王天牧上台之后也没有几个月 又被调走他用 主要原因是1936年底 华北情况恶化 日本扶持汉奸 在冀东搞自治政府 又试图联合地方军阀 搞华北自治活动 戴笠觉得王天牧是留日的 又熟悉平均情况就把王天牧 调到华北当区长去了 西北区长就换上了跟张学良 关系极其密切的原来上海区长 王心恒 王心恒这个人呢 他也是共产党的叛徒 曾经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 是一个能力出众的特务头子 由此可见 戴笠对西北的特务工作还是很重视 派来的西北区长 个个都是抢手 虽然个个都不弱 但是临阵换将这必定是兵家大计 而此时王心恒 因为上海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 暂时没有上任 华北情况又非常紧急 王天牧赶着就去上任了 区长的位置就空了下来 只好由已经离职的江雄峰暂时带领 而这个时候西安事变爆发 可见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 短短的一年时间 负责西北的情报头子 居然换了四届 每一个人上任也就三四个月 刚熟悉情况就被调走 导致军统工作出现了很多问题 所谓特务工作 有其自身的规律 就是一定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成绩 主要是因为特务工作需要渗透 跟踪 潜伏 窃听 这些都需要时间 没有办法一夜成功 所以按照常理来说 特务工作的总负责人 必须较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布置工作 这样走马观花的安排如此重要的岗位 戴笠失职的责任是推不掉的 西安事变中 江熊峰比马智超要负责 他也化妆逃走 但是江熊峰在逃亡的路上 拼命找到一个没有被张扬抄走的电台 向南京发电 电文是 十万火急 南京戴先生七亿 巨湖窃系 金钱福晓 张学良杨虎成突然发动兵变 叛军包围了化青石 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 生死难捕 江熊峰禁扣 之后江熊峰关闭了电台继续逃走 由此南京通过这份电报 彻底了解到西安发生了什么 那么说完马智超和江熊峰 我们再来说说曾阔晴 曾阔晴和马智超 江熊峰不同 他主要负责的是东北军和17陆军 各部队中的特务工作 负责两军军队中的监视工作 曾阔晴从事多年的特务工作 对于东北军和17陆军的特务工作 实际上是颇有成就的 两军之中都有不少曾阔晴安插的潜伏特务 李克农和张学良三月第一次会谈的详细情报 就被军统特务得知 当时军统潜伏在东北军67军内部的副官处的副官刘宗汉 就将情报汇报给了戴利 包括双方达成的具体协议内容 同时军统特务 甚至连67军内部散发的中共 关于中国苏维埃政府 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也送到了戴利的手中 戴利得知这个情报之后 大吃一惊 他立即命令西北工作人员 需严密的侦查随时报告 戴利随即把这个情报告诉了蒋介石 但蒋介石并不完全相信 让戴利继续调查 这样的情报军统还搞到了很多 由于东北军 17陆军和红军合作打假仗 没办法很隐蔽的去做 有些事情是瞒得了上 瞒不了下 东北军和17陆军一些底层的军官士兵 也是久经战争的人 真打假打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心照不宣的事情 其实人人都明白 王以哲的67军 曾经跟红军打过很多的假仗 甚至还试图让红军让出瓦尔堡 这件事情67军很多官兵都知道 相关的情报也像雪片一样 报告到了戴利那里 期间发展的越来越夸张 最后导致张学良不得不杀了一个 骑兵团长来灭口 这是在1936年6月的事情 当时红军西征 宁夏的马鸿斌的马培青35师 和红军在甘肃激战 马部105旅 野城张部 在府城被红军包围 两个步兵团被重创 只有一个骑兵团突围走了 此时附近的东北骑兵军 军长何祝国 率领一步 奉蒋介石的命令解救105旅 当时何祝国 由于一直在甘肃作战 并不清楚东北军和红军合作的事情 张学良怕何祝国和红军产生误会 特别让105市市长刘多全 率部赶到甘肃 暗中跟何祝国联系 交代了事情 张学良随即和周恩来谈到奉命解围的事情 希望红军协助他们 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商量以后同意 决定让出一条路 让骑兵六师去解救35师 得到这个承诺之后 何祝国命令白凤翔 率领东北军齐六师赶去救援 那齐六师16团17团随即策马击进 因为已经得到了红军的承诺 该团根本没有做战斗准备 结果该团突然就被红军包围在了山谷里 一阵火力极其之后 措手不及的两个团一步逃走 一步被迫全部缴械投降 还伤亡了不少人 后来红军的解释说 误把他们当作马鸿斌的骑兵救援部队 所以伏击了 并且向何祝国道歉 释放了所有的被俘的东北军骑兵 还交还了缴获了武器 虽然这样 但这个骑兵师庄团团长 因为部下有伤亡 非常的不满 纷纷不平 回到骑兵军驻地之后 他一再的向周围的官兵和朋友 宣称不是自己无能 而是红军达成协议之后被信 由此这件事情就传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骑兵十六团 十七团的官兵 在知道内情之后 众说纷纭起来 这可不是小事情 那这个情报呢 也被军统特务报给了曾霍晴 然后转交给了戴笠 是东北军通匪最好的证据 赵小良很快就通过东北军的 特务头子 黎天才 得知了这件事情 张学良当时正处于准备启示 最紧要的关头 不允许出现任何影响大局的事情 这个时候发现了这种事情 狂怒之下的张学良 下令将十六团团长枪决 罪名是作战不利 张学良枪决十六团团长 就引起了众多的非议 客观来说 张学良虽然对东北 对国家都不负责任 但是对自己的子弟兵 东北军还是很好的 算得上是一个好长官 此时杀了十六团团长 主要也是迫不得已 为了灭口和清除证据 同样威吓部下 知情者不要乱说 但所谓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杀了一个人 却封不住更多的嘴 稍后 湖中南部和红军开始交手 湖部从一些缴获的红军资料中 惊讶地发现 居然前几天 蒋介石给他们部署的 详细的军事作战计划 那湖中南就由此 向蒋介石报告 说共军获得我们的情报 太详细 太迅速 一定是有内部人泄密 最有可能的就是张学良和王以哲 因为这种计划 只有东北军和湖中南的部队有 湖中南甚至敲山镇虎的发电报 给张学良 要求张学良 严查部下是否有通共情况 让张学良非常紧张 除了军方的这些情报以外 军统中还有专门监听 张扬部队电报的真听机构 通过真听的电报 曾过情他们发现 王以哲 洛川和西安都有秘密电台 同中共联络 军统一电组 甚至溢出了一小部分电报的内容 由此王以哲和张学良 都开始注意电报联络的事情 不到紧急关头 不敢随便发电报到陕北 至于对杨武成内部的谍报工作 军统做得更早 也获得了很多情报 可以说曾过情领导的军方情报机关 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张扬通共的事实 由此中共和东北军私下通商 打假仗 秘密电报联络这类信息 还有杨武成部下很多共产党员 杨的太太和秘书 都是共产党员这些情报 全部送到了代理处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错误情报 甚至还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内容 比如说毛泽东和张学良会面 杨武成和苏联密室密谈等等 那么这些数量惊人的情报 全部汇报给了蒋介石 也造成了蒋介石的困惑 蒋介石虽然得知张学良肯定是和中国共产党有勾结 但始终认为张学良只是为了保存实力 而保存实力是军阀的特点 国内大大小小的军阀无不如此 这不算奇怪 长征一路走来 陈济堂 龙云 刘文辉 刘湘 杨森等人 无不适合红军联络 试图达成某种默契 但要说张学良和中共结成了联盟 反中央作战 这点是蒋介石怎么也不能相信的 蒋介石唯一相信的是杨虎城和中共有联络 有可能借助中共保存自己 1936年9月初 曾国情在察觉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一些情况之后 特意以书面报告的形式 报告了蒋介石 在这份报告中他建议 增派中央禁旅为搅供的主力军 并在西安设一个搅供干部训练班 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六军 团营长以上的军官 是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 再把在鳄鱼丸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 广泛的推行到西北地区 以加强民众的阻训 而严整搅供的壁垒等等 曾国情还亲自的把这份报告送到了广州 当时蒋介石因为要处理两网事件 就在广州黄埔岛上 那这份报告送给蒋介石亲自审阅 没想到他审阅之后 在报告的封面上是这么批的 胡说 交张富司令月这几个字 这让曾国情啼笑皆非 他知道蒋介石并不相信 他这份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其实后来才发现 蒋介石并不是不相信 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他只是不相信 事态会发展到 兵变这么恶劣的地步 蒋介石早已经从 江雄峰的报告里 尽知其详 心中有数 他只是想装模作样 以哄骗张学良对他不防备 以便将来采取断燃措施而已 那么曾国情 马志超 江雄峰这三个人 就负责了整个陕西的军统情报工作 除了他们之外 中央宪兵一团 全团驻扎在西安 有几百兵力 团长杨真亚也是军统的人 但他们主要负责 在西安政府和中央大员的保卫工作 因为兵力有限 在陕西省政府也只有一个连的宪兵站岛 除了军统在陕西的力量之外 中统在陕西也有力量 就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省党部在西安已经有多年 设有自己的电台 可以直接向蒋介石提供情报 省党部表面上 是国民党在陕西省最高的党务机关 权力很大 设有专门的特务行动队 可以跳过张扬 直接逮捕人 中统传承自身的特点 主要控制陕西的文化教育点 力量相对军统要弱了很多 那么中统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